觀眾朋友 今天繼續來談阿富汗的局勢 今天非常榮幸 非常高興能夠邀請到 對阿富汗局勢非常瞭解 來自於伊朗 他之前是伊朗貿易部教學局的副局長 也是伊朗宗教領袖組織研究中心的國際組組長 我們特別歡迎是政治大學 外文中心的助理教授顧鵬 顧鵬老師你好 主持人 各位貴賓 各位觀眾 各位臺灣的穆斯林朋友大家好 我很高興你們邀請我來這裡 也很高興大家可以看到我 謝謝顧鵬老師 顧鵬老師你很早就來臺灣念書 是大概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 在臺灣已經 我在臺灣已經二十六年了 哇 您在臺灣拿到學位 然後繼續留在臺灣教書 沒錯 非常謝謝顧鵬老師 等一下可能要多請教你一些問題 我們歡迎第二位來賓是 南江大學整合戰略科技 中心的執行長 蘇紫雲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資深的軍事記者吳明傑 信聰好 大家好 顧鵬老師 先直接請教您這兩天塔利班 在進駐首都之後 他們一直釋放出一些善意 釋放出一些訊息 或是叫政治公關 他們說 我跟以前的塔利班不一樣了 我進化了 我現代化了 我尊重人權了 我對於婦女的權益 我會在伊斯蘭的教律 律法下 尊重他們的工作權 念書的權利 對於以前阿富汗政府 乃至於軍隊呢 我不會秋後算帳 我會大赦 對於當時一直在協助美國 協助英國 協助其他國際的這一些 他們認為是叛徒的這些人 他們不願意所謂的報復 可是之前我們看到很多很多神學士 這種劣跡斑斑 對婦女以非常嚴重的酷刑 甚至有所謂的那個屠殺這些事情 我們來看看 這兩天塔利班說 我已經是二點零了 我跟二十年前已經不一樣了 塔利班的發言人說 我們不希望任何衝突 不希望任何的戰爭重演 所以我們不會希望有任何內在 跟外在的敵人 對以前的軍警跟政府成員都不會報復 然後以前為國際部隊工作的人 我會特赦 女性將會在伊斯蘭教法的框架下 可以工作 可以讀書 可以活躍於社會 只要你不違反伊斯蘭的教法 也可以有媒體 你也可以自獨立的運作 但是媒體也不應該對塔利班不利 那塔利班的這個杜哈政治辦公室的發言人 他說呢 不會強制女性穿著全罩的罩袍 這個布卡 布卡 就是連眼睛都得用網子遮起來那種全罩式的 是 然後呢 也保證阿富汗的女性呢 可以從小學到大學接受教育 你相信塔利班這兩天的話嗎 心裡非常希望他們說的是真話 可是我自己本身不太相信 因為以他們的以前的歷史 然後他們所主張的伊斯蘭主義 不可能做那麼多的變化 如果接受他們這樣子的一個解釋的話 代表他們已經不是真的那個一個非常極端的 穆斯林的一個運動 不見得他們說我們不會做的事 是好事 我覺得 我的意思是不一定他們答應的是好事 不過我不太相信他們真的可以執行他們說那個答應的 我請教一下 塔利班為何對女性不管是衣著那麼強調 他必須把全身都遮住 為何對於女性的教育權 在之前那麼樣的反對 又為何當女人要出來工作 出來參與公共事務 是極為嚴格的禁止 為什麼 這有一點牽涉到那個傳統伊斯蘭的看法 就是女生當穆斯林的 算是一個自由的女生 所謂的自由就是不是努力 不是仆人 這樣的女生必須把她的身體都要尊重她自己 她的身體 然後尊重社會 所以需要那個他那個那個 蓋她的身體的部分 就不要變成誘惑其他穆斯林的 那個在穆斯林社會裡面的男生的一個話題 所以他基本上在傳統上 其實不是不只是伊斯蘭 你看在基督教 在猶太教 他們最傳統的也是這個樣子 你看那個那個逆孤 他們 基督教的修女 修女 你看他們的也是戴頭巾的 是 所以這個也不只是那個伊斯蘭 或者這些我剛剛提到的 連在宣教 拜喉教 也是傳統上面 女生必須有戴那個比較保守一點的 是 服裝的 是 所以可是這個已經那個世界已經改變了 那個社會的要求是不一樣的 他們已經二十年 至少我說 從塔利班被推翻了之後 到現在二十年 他們已經培養非常非常深刻的 我覺得非常 我對他們很有很有那個希望 而且我很樂觀看他們的一些進步 甚至我覺得其他中東國家 本來可以參考他們的 女生那個很強烈的進來 社會裡面 不代表他們變成腐敗的 不代表做一些不應該做的事 可是女生也辦角色的 也是在市民社會也是一樣的 可是我覺得他們答應的東西 就不符合他們的伊斯蘭的原則 因為基本上塔利班關於那個伊斯蘭 他們所選的伊斯蘭歷史上面是非常極端的 是 然後就是不能那個軟化 除非他們那個本質上面改變 是 所以對我來說 那個他們所答應的不太對 然後他們所謂的Hijab 你剛剛所提到的 就是女生所穿的標準的伊斯蘭的衣服 他們會很嚴格 其實我們在伊朗也有類似的經驗 本來伊朗革命一九七九年 人家覺得可以不要有那個 那個Hijab 不應該是義務性的 可是後來很多的 很熱心的穆斯林 不一定他們真的有惡意的 他們來推廣那個伊斯蘭的那個Hijab 然後慢慢地變成了義務的 然後老百姓就是比那個他們的家人 就是穿那個伊斯蘭的 您說就是我們講頭巾 因為我曾經看過一本書是 我不太記住 清確切的名稱叫伊斯蘭禁止及允許的行為 他裡面有談到說 為什麼婦女必須要綁頭巾 因為頭髮對穆斯林來講 那就是一個很重要一個性別的象徵 所以女性在公共場所必須把他那個女性 很重要的一個象徵綁住 可是呢 絕大部分都是頭巾 但是也有那種最嚴格就是剛剛您那個 那個所說的BOKA 他必須連眼睛就是全肇事的 全身全部包得緊緊的 那男性也有 男性好像不能穿太短的短褲 那個也是所謂的律法所禁止的 但我想問的是說 那可是這個是一個宗教上的一個想法 但是回到世俗的律法的時候 我也在推特上看到很多影片是 如果女性沒有穿全肇事的那個BOKA 他會再被鞭打 他會被施以酷刑 我們來看看之前塔利班 這些迫害人權行為的劣跡斑斑 九六年到零一年入竹阿富汗的時候 就嚴格推行伊斯蘭的教法 不能看電視 不能聽音樂 那婦女不准去上學 婦女不准去工作 要出去一定要有男性陪同 而且允許同婚 婦女必須穿罩袍 就是我剛剛說的那個全身性的那個東西 身體任何一處只要裸露在外 就會被拖到公共場所去鞭打 婦女如果塗指甲油 手指頭或腳指頭就被砍掉 那婦女如果不忠的話 就是我們講童奸 那這個會被亂石打死 那美國時代雜誌也刊登 是一個少婦被砍掉彼此的 這樣子的一個照片 可是在最近 就是今年的時候 儘管這兩天塔利班說 我變好了 我要做好兒子 我會當一個好的政府 可是這幾個月依然看到塔利班 是暴力對待實業派的居民 處決被扶的政府軍 強制十二到四十五歲 未婚婦女還有寡婦 要跟塔利班的戰士來結婚 塔利班也縱容他的戰士 暴復性的攻擊 殺害現任 或是卸任的政府官員 也攻擊聯合國的設施 我還是想請教 因此你還是認為塔利班的本質 幾乎是不可能改變的 儘管他入主了阿富汗 我本身覺得 當然我希望他們改變 是 因為這個畢竟是伊斯蘭的社會的一部分 我不希望我的那個穆斯林的群族 他們那個某一個部分 就是過的生活是不快樂的 比方說阿富汗 是 畢竟那個阿富汗 曾經跟伊朗同樣是一個國家的 我們語言通的 所以我很多新聞我直接聽他們的那個新聞 然後覺得他們不太高興 可是今天告訴我 塔利班不太會改變 不可能改變 是 然後問題是他們可能對國外比較軟 比較有貪心的 可是對國內比較陰的 比較那個嚴格 所以當然我希望我錯 真的我希望我現在講的是錯 然後你十年之後 我就五年之後找我說顧先生 你看那個時候你講錯的 你會說幸好我錯了 我說幸好我錯 OK 不過問題是因為他們主張 他們是伊斯蘭主義的 是 而且他們在歷史上面不是那個十年二十年的 他們兩三百年已經那個代表一個非常極端的伊斯蘭 甚至他們有攻擊過伊朗 推翻了一個王朝 就是薩法比王朝 塔利班 今天的塔利班的祖先 大概兩百多年 以前有攻擊過伊朗 退翻了一個一個王朝 這個不是一個簡單的事 是 代表他們在歷史上面是屬於比較極端極端派的 不可能因為二十年他們學習而改變 不太可能跟他們的身份跟他們的本質有關 不過顧彭老師所擔憂呢 也是現在在阿富汗許多民眾的擔憂 也是大家在看說接下來阿富汗 很可能會產生所謂的人道危機 我們來看看 但是阿富汗新的掌權者神學士塔利班說 我已經進化成塔利班二點零 塔利班發言人穆甲希德的庫山正面目十七號 首度展現在媒體鏡頭前 他在這場歷史性的勝利記者會 稱塔利班將外國勢力逐出解放阿富汗 進入喀布爾的過程 沒有一兵一族受傷 目前在街頭巡邏的 都是為了整治蕭小 維持治安的人員 穆甲希德還稱塔利班 無意與任何國家為敵 更不會成為庇護恐怖分子的基地 二十年後 班師回朝穆甲希德表示當今的塔利班和以前不一樣了 在伊斯蘭教法的框架下 媒體的新聞自由和婦女的權利都會獲得保障 他還稱女性是社會的一部分 可以受教育 也可以在各種領域中展現他們的工作能力 事實上 塔利班另一位發言人海馬德17日當天前往一家商業電視臺 接受一位女主播的專訪 縱然兩人相隔了將近2.5公尺的距離 但這樣的場面在1996年到2001年 塔利班主政期間 根本絕不可能發生 市區街頭幾乎看不到婦女的身影 偶爾撇見到幾位 他們也都全身穿著符合塔利班標準的罩袍 另一方面流亡卡達十多年以巴拉達爾為首的一票高層 領導人十七號浩浩蕩蕩的降落在坎達哈機場 準備著手進行籌組中央政府的工作 公視新聞 王惠文編譯 不過蘇老師 還是要請教 像是顧彭老師 像是許許多多阿富汗人 其實真的沒有辦法在這時候相信塔利班 真的會做一個好的政府 因此是否美軍撤出這個決定 太過倉促 太過草率 太過於不顧阿富汗人民的死活 我是這樣觀察 美軍並不是所謂的就是放棄阿富汗 主要的觀察點是在二零一九年三月 伊斯蘭國宣告滅亡 所以當時的川普政府才決定轉移他的兵力 集中對付中國 也就是從中東撤軍 集中在印太 而且他的撤軍決定是一系列的 不是只有阿富汗 第一個是包括庫德區 大家都忘記了 庫德族 那邊有美國的特種部隊 協助對抗當時的伊斯蘭武裝組織 那他們認為勝利就退出來 然後還有就是預估也要從伊拉克撤軍 也是因為伊斯蘭國已經消滅了 然後就是阿富汗 接著就是德國 所以他是美國整個戰略 重心的調整 這個跟一般的解讀說 放棄阿富汗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美國的確是在戰術上的 跟撤軍的節奏 就是太快了 這就是剛才顧老師所說的 也許就是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 他跟塔利班的代表 進行一個和平的對談的時候 也許他們的大外宣做得不錯 讓美國相信說塔利班可能會改變 這個是整個大的背景 那接著我補充 就是現在他們新成立塔利班回來 就是恢復叫做伊斯蘭酋長國 這個組織 那他現在也在就是這些一些 就是對婦女的尊重等等 稍微開放一點 我可以這樣講 就是我還是保持跟顧老師一樣 就是希望他們改變 但是還要再觀察下去 今年五月 就是阿富汗才發生一個慘劇 就是一個女子高中學校被恐怖攻擊 大概有六十幾個高中女生 就是往生 這是因為他們去受教育 是 然後大家也忘記了 在二零一三年一個很不幸 讓全球人都很難過的 例子叫馬拉拉 是 一個女生 他在巴基斯坦受教育 他只是去受教育 就被塔利班的極端的分子開槍 爆頭 還好救了回來 這些都是歷歷在目的 那塔利班 我們希望他真的會改變 可是這有點像 你要中共去落實他的憲法 人民有集會的自由 有言論的自由 是 白紙黑字起來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可是做出來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現在真的是替阿富汗祈禱 因為回教其實是一個 原本是一個很良善的一個宗教 剛才講那個什麼 就是罩袍等等 在中世紀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就是說 比較像是衛生的考量 因為沙漠沒有水 不管男生女生 白天太陽很大 所以都全身罩袍 是要避揚 那後來就是少數的教派 把他極端化了 才演化出現在這個狀況 那再來就是 可能顧老師也知道 有虛擬派跟實業派 那虛擬派這邊就是政教合一 也就是說你的每個宗教 都有不同的教派 有的是比較傳統的 極端的教義的 那麼你要去信 就是自己去信 可是政教合一的時候 他會用國家公權力介入 是 每個人都要這樣子走極端的路線 等於是一種意識形態 就是如果你不相信共產黨 那麼就 就是反動分子 如果不照極端的教義做的話 那就是 就是背教者等等 但我請教蘇老師 我完全無意正當美化美軍陸軍 阿富汗這件事的行為 但我想問的是 確實不管是美國或是聯合國 或是北約的部隊 在阿富汗 他對於塔利班有非常大的牽制的動能 沒錯 這個動能拿掉之後 接下來阿富汗發生任何的人道危機 發生任何的酷刑 甚至發生任何的屠殺 我們先前也談到緬甸 甚至再更早一點 我們談到香港 或是談到新疆 乃至於再更早更早談到西藏 當國際的力量 已經從這個國家 國家撤出之後 這個國家再發生任何的人道危機 國際恐怕再也沒有更多的干預空間 在現代國際法下面是很難 除非有聯合國決議 就是你這個是造成人道危機 所以會違和部隊進入等等 這個我們待會再解釋 我現在先講那個 就是說伊斯蘭酋長國成立之後 還有另外問題 也就是各國可能可以再介入 就是北方聯盟又出來了 包括我們講就是阿富汗政府軍 一個很強悍的將領 頑抗到底的特種部隊的指揮官 又叫阿沙米薩達 這一位年輕的將領 他手下是兩萬個特種部隊 那都知道我們看到他當然就是被殲滅 等等 像孤軍一樣 但是現在有傳說他們就是一些 就是殘餘者 就是前往北方聯盟 變成以後會制衡塔利班 求展國的一個力量 那麼國際的力量 可能又會有有這個槓桿 可以去平衡這個 就是阿富汗內部的情勢 所以現在總的看起來從整個地緣戰略看 我們先說明美國他是轉移兵力 是 對付北京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阿富汗內部的情勢 跟外國的這些武裝部隊 不管是北約的或是美國的 美國在那邊二十年了 的確給阿富汗 就是說制衡塔利班的一個力量 把他們打回山洞去 但是美國他撤退 他是有預告的 是 我不覺得一個國家 對於另外一個國家負有完全的責任 有道義責任 他這二十年來投入了軍隊 跟那個資金 二點三兆美金 也幫阿富汗政府軍培養了 號稱三十萬人 當然裡面有說吃空缺的 實際上是二十萬人等等的 所以就一個國家來看 他已經是善盡了 就是違和 還有就是重建基礎設施的一些任務 是 其實臺灣中華民國 當時也有協助一些人道的那個資源 包括那個醫藥裝備 還有醫療設施等等 就是希望讓在阿富汗的 這些回教的朋友們 可以有基本的人權 就是健康人權 還有受教育權等等的這些部分 然後讓他們可以重整一個 就是符合回教特色的 還有現代就是人權條件 那個國家 是 那就讓剛剛顧老師講了 就是阿富汗 在這二十年的確 女權的那個權益 有受到比較平等的看待 其實當時美國介入阿富汗戰爭 主要當然第一個是反恐 那第二個理由就是這些人權問題 像以前塔利班把那個佛教的大佛炸掉了 等等這些很奇怪 違反人民的 文明的一些事情 那現在二十年過去了 所以美國他就是要對付北京 那他當然要戰略轉移 只是太太過高估阿富汗的政府軍 不過我待會兒要請教一下明傑兄 是不是美國或美軍真的錯估心事 是誤判了政府軍 是可以撐到半年 第二個也要請教你說 為什麼美國在阿富汗投入了那麼那麼多的錢 然後培養了二三十萬的阿富汗政府軍 結果呢 不堪一擊 兵敗如山倒 那關鍵因素是什麼 不過我先請教一下顧蓬老師 所以阿富汗人民心裡看待美國 會是像剛剛蘇老師所說的 其實美國已經做了很多很多 甚至用中文講叫人治益盡 沒有一個國家要對另外一個國家負完全的責任 阿富汗人民怎麼看待美國 普遍而已 基本上阿富汗人不是非常那個喜歡美國人 因為美國進入阿富汗不是一個解放的國家 而是那個入侵阿富汗的 雖然推翻了那個塔利班 可是基本上在整個中東 整個穆斯林的社會 穆斯林的國家 美國的那個名字不是很好聽的 所以你看不只是那個阿拉伯世界 土耳其然後伊朗 當然是 阿富汗也是 那個巴基斯坦的這些國家 美國是一個那個惡劣的一個國家 所以在歷史上面 既然你已經進來我的國家 慢慢的 OK 那個對我有一些幫助 我可以 我可以那個瞭解你 也可以尊重你 也可以忍耐你 可是問題是美國是不死之科的 這是第一個問題 美國有一個很大的計畫 就是做新那個中東計畫 大中東計畫 就是拿那個民主進來穆斯林的社會 讓他們比較和平的 然後一方面就不要好戰 一方面就經濟發展等等 可是這個這個理論已經那個那個失敗了 或者沒有沒有證明那個可以成功的 所以他們進來然後做一些變化 最重要我剛剛那個跟你說 就是婦女跟失敗社會 是是最大的那個美國 那個成就在阿富汗的成就 如果看這兩個的話 我可以 阿富汗人會謝謝美國 可是其他的部分 就是不見得他們真的會有 是 有喜歡美國的政策 瞭解 那回到我剛剛那個問題 要請教那個敏捷兄 不過我們來看看 為何阿富汗政府 兵敗如山倒 美國認為說不會一下就垮 至少可以撐個半年 花了那麼多錢 培養那麼多軍隊 可是第一個去年川普跟神學士 就塔利班達成撤軍協議之後 對軍隊士氣會有很大很大的打擊 那這些軍人都說美國一定跑的 所以我要怎麼拚 怎麼打 再來是貪污非常非常嚴重 那美國援助上百億的美金 每一年 那二零一二年的調查 百分之八十五都被吃掉 都被貪污 貪掉了 那百分之三十 被各種行政管理費來報銷 帳面上阿富汗政府軍 有三十五萬人 可是實際上有超過十萬 個人坐吃軍饗 那基層軍警也不滿 上面的人貪腐嚴重 所以當塔利班 在包圍城鎮的時候 他就不抵抗 乾脆把武器賣掉或逃亡 那軍隊訓練也不足 那品質也很差 四字班的成效很差 那精密的設備無法操作 那也沒有重裝備 獨立維修保養的這個能力 所以美軍的這個武器 這麼多留下來 其實一點幫助都沒有 我們來看看為何塔利班在二十年之後 重新掌握了阿富汗的權力 八月十五號 一群塔利班戰士進駐阿富汗總統府 宣告將建立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 這一切並非毫無預兆的 七月初美軍悄悄離開主要據點 給了塔利班組織趁虛而入的好機會 不到兩個月 塔利班就從北部省份開始攻 城掠地 政府軍則是兵敗如山倒 甚至氣洩投降 最後首都喀布爾 也很快就被攻佔 面對塔利班重新掌權 大批民眾選擇逃亡 死命依附在美國軍機旁 想跟著離境 而逃不了的民眾只能面對流離 失所的命運 塔利班是上世紀由美國巴基斯坦秘密扶植 對抗蘇聯 創辦人歐馬爾 因為宣揚公平正義的理念 所以吸引很多人加入 但事實並非如此 1996年 塔利班佔領喀布爾後 建立很嚴格的伊斯蘭政權 禁止民眾看電視 聽音樂 也不准女性上學 我們在塔利班上有很多年 我媽媽煮了愛吃忌廉 我媽媽不想讓她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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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2001年 發生911事件 美國展開反擊才推翻塔利班政權 不過二十年來 塔利班沒有消失 反而打著反殖民大旗 持續招兵買碼 不定時發動攻擊 讓阿富汗很不平靜 根據BBC調查 二零一四年 塔利班就死灰復燃 勢力不斷作大 而今隨著美軍撤退 塔利班重新拿回政權 是否會信守承諾 做出改革 全世界都在看 記者綜合報導 明杰大哥 那兩個問題就是 為何一個違反現代價值的塔利班 可以如此快速地攻城掠地 衍生出來 為何在美軍大幅資源協助下的政府軍 兵敗如山倒 好 我先 我還是先補充前面 在談這個部分 就是說對於這個塔利班 未來有沒有可能蛻變這個事情的觀察 我們都不用再做在這裡分析 我們光看這個影片 美軍的C17的這個戰略運輸機 在機場跑到那麼多人抓著 寧願甚至有人被夾在起落架 後來才發現說這個 寧願摔死也要逃亡 寧願摔死也要走 那就表示說阿富汗 有不少的這個民眾 對塔利班其實還是存在恐懼 那也不相信 那另外一個是國際上面的反應 就是說如果塔利班有可能蛻變的話 那為什麼這個中國跟俄羅斯 基本上這個是一個 他很好把手伸進去阿富汗的時機 為什麼他都不急著承認塔利班政權 那甚至你看到這一個目前來講 塔利班的這個政治領導人 這個巴拉達爾 他七月十八號都已經跑到中國的天津去會見王毅 而且做出很明確的保證 那這個保證說不允許任何勢力 用阿富汗 利用阿富汗的領土來危害 做危害中國的事情 那當然被我指的就是東伊運 這個就是這個ETIP 這個土耳其斯坦伊斯蘭運動的這個政黨 等於說他主張在新疆維吾爾 要獨立建國的這個部分 他都可以好像表面上劃清界限 做這麼強烈的保證 為什麼北京還不給點面子說 那我先來承認你 表示說中俄對於塔利班政權 其實還是 目前來講 我覺得就是持續在這個 雖然聽起眼 但是還是要觀其行 那對於說這個跟塔利班交好 到底對中國跟俄羅斯 到底是有利還是有弊 目前其實坦白講 還是很難看得出來 好那回到剛剛談的就是說 那為什麼這一個阿富汗政府軍兵敗如山倒 其實剛剛那個已經介紹很多 就是說這幾天 我們看到國際媒體很多的報導 就是說過去來講 簡單來說 我認為基本上就是說 美軍的確 其實第一個不虧欠阿富汗政府軍 第二個我都認為 可能都太過好 因為今天就像是我們常比喻的 就是你不叫他釣魚 但是你一直給他魚 他自己變成都沒有保護自己的一個決心 那花了那個現在講是說兩兆多這個臺幣的一個包含像一些好的武器 都給這個阿富汗政府軍 那其實都沒有算 阿富汗政府軍的這一個薪水 基本上都是美國官部直接編列 那他的警察部隊 甚至是日本政府出錢 所以他的政府 第一個他當然也沒有稅收 那也沒辦法養這些部隊 但是今天連部隊都由美國來負責幫你養的情況之下 這中間還有發生很多這個這幾天大家談說貪污的問題 那很多基層官兵 不要說連薪水都沒拿到 那更不要講 有的連食物都也沒有領到 甚至彈藥更不要講 那如何去對抗所謂塔利班的一個攻勢 那很多好的武器 其實我覺得美軍這一次 如果有誤判 或者是這個有情報上面的疏失 我覺得基本上錯是錯在政治情勢的判斷 不是軍事情勢的判斷 因為特別是美國對於這個塔利班 甚至阿富汗內部的一個很多的情勢 恐怕一直是處在一個 不是很瞭解的情況之下 那可能就是片面 那聽這個阿富汗政府 那這個回報的一些相關的狀況 所以後面為什麼會說有情報誤判 就基本上美國的可能國安部門 就親信這個阿富汗政府軍認為說 他可以抵抗時間 本來是說至少半年 一年都有可能 是 後來沒想到 這個撤軍之後 十天馬上就整個全部都淪陷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 當然跟這個阿富汗政府軍自己這個不願意 這個作戰有很大的關係 那但是基本的體制上面來講 其實我們看到就是說 因為阿富汗的確內部 他的因為這個整個教育水平不高 所以他的官兵的數值當然也不高 很多連制都看不懂 那再加上他基礎設施也非常的差 只有大概兩三成有穩定的電力 那美軍現代化的裝備投注到阿富汗戰場 你現在美軍在強調說 這個網路作戰 電站各方面的這些高科技的裝備 其實在那個地方能夠真正發揮空間也非常有限 那這些官兵數值如果不是很好 武器上面的操作訓練上面 可能也不是那麼的精良 所以這個部分前幾天 大家有藍營的人是在比喻 把臺灣拿來跟阿富汗比 我覺得當然完全是不能夠比較 是完全兩個不同的時空環境 那阿富汗政府軍當然最重要的是 我們看到就是說美軍如果在這個海外的派兵行動 在國外的一個介入上面 如果有這一個軍事上撕裂的狀況 往往都是政治情勢上面的問題 都是這一個當地 譬如說他扶植的 不管是代理人也好 或者是相關的一個政體也好 都是因為內部瓦解造成 所以這一次為什麼兵敗如山倒 其實很多這個等於說 在這之前 其實塔利班已經透過很多的一個網路 等於說這個把各大都市內部的一個重要的領導人 其實早就都已經這個買通好了 或者是說早就都滲透好了 到最後其實紛紛這個這個美軍 就在等美軍撤軍這一刻 然後馬上就這個等於說 整個都器械投降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是最重要的關鍵 那等於說內部的這個情勢 我覺得反映到回來臺灣 我覺得臺灣第一個不能比之外 我覺得反而我們必須要去看 臺灣反而是美國在協助盟邦 協助他提升自我防衛能力 裡面一個 其實我覺得可以跟以色列 跟南韓都放在一起 是少數 算是成功的典範 因為基本上臺灣怎麼會跟這個阿富汗 是一樣的 一九七九年 其實美軍就已經撤離臺灣 到現在四十幾年 臺灣不是靠自己在自我防衛嗎 所以完全的不同的情勢 我覺得不能拿來做類比 那臺灣反而因為這樣的一個成功典範 更應該要促使美國進一步去檢討 當然最重要的關鍵 就是只要你願意為自己而戰 保護自己的國家安全 基本上我覺得美國的這樣的一個協助盟邦的模式 並不會失敗 就是那個問題請教顧彭老師 就是說如果塔利班一來 身家性命都沒了 自由人權都沒了 然後會遭到非常嚴重的酷刑 以及屠殺的話 何以阿富汗的人民 阿富汗的政府 阿富汗的軍隊 不挺身而出捍衛自己的家園呢 可以 沒有了解你的問題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塔利班是這麼可怕的一個組織 他進來之後 我們一定會死傷無數 與其這樣 我就跟你打了 為什麼阿富汗政府是整個垮掉 問題剛剛你自己也提到的 阿富汗的政府沒有凝聚力 非常腐敗的 老百姓那個公務員 他們沒有錢 我的軍隊 警察 他們沒有那個零薪水 他為什麼他還要來打 這個是三個東西 他們組合而造成整個政府碰溃了 而且那個塔利班那麼快的可以進來 第一個是國內的 你大概的 大概討論過國內的 第二個是美國 就是離開那個阿富汗的方式 我自己本身覺得阿富汗不是一個戰略性的 對美國來說不是一個戰略性的地方 阿富汗不靠海 所以美國要去阿富汗 要怎麼去 伊朗是阿富汗的敵人 美國的敵人 巴基斯坦可以給美國臉色 看臉色 然後中國也是美國要那個控制的 一個對象 不 不允許 其他剩下那個是那個中亞 這些國家 他們是屬於那個俄羅斯的那個後援 所以基本上阿富汗 進入阿富汗很麻煩 是 而且是到九月一號 就是最後可以那個什麼 那個巴基斯坦答應 美國可以經過他的土地上面 或者他的那個領空 然後到阿富汗去 另外一個問題 我 我要離開那個阿富汗國內的問題 然後到美國的另外一個那個離開阿富汗的一個重要的問題 是 來 他的那個撤退阿富汗的方式不太好 不太對 不太專業 而且時間上也不太對 在那個 在卡布爾首都附近大概十五公里 有一個空中基地 就是巴格拉姆 然後這算是在阿富汗最大的那個美國的基地 就是空軍基地 就是他們一個晚上 大概七月初 七月二號吧 有一個星期五 他們晚上三千個美國的軍隊 在晚上把燈關起來 整個離開那個阿富汗的 大概那個大家下班的時候 跟大家說再見什麼 然後第二天人家阿富汗人來了 完全看不到任何人 而且發現很多那個小偷來搶劫 他們那個美國軍隊留下來的東西 這個對阿富汗的中央政府算是一個侮辱 那個塔利班覺得阿富汗的中央政府是一個傀儡政府 可是你美國你連這樣子 但是對不起你自己的傀儡的那個那個政府 太不專業的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如果真的美國要希望中央政府有大概五六個月整理自己 然後調整他自己的狀況的話 不需要那個夏天那個離開阿富汗的 春天 夏天是戰爭的時間 所以阿富汗秋天跟冬天是因為下雪 他是一個山地 所以基本上在那個地方 大概那個十月份之後就不能戰爭的 他們應該那個大概十月到十二月到明年的一月二月離開 整個那個什麼阿富汗才有比較有戰爭 是比較專業的 美國在這方面沒有完全那個考慮到這個問題 是 還有我回到那個在後一部的 就是本來美國開始跟塔利班談判的 對中央政府來說 他已經開始看不起 或者已經看不好 那個阿富汗的中央政府 沒有 沒有理由 我是一個那個震盪的 而且人民已經選我的 一個中央政府對你也很好 為什麼你去跟我的那個 反對我的一個武裝組織來那個談判 這個代表大概過去的幾年 那個美國已經開始 大概對不起那個中央政府的 阿富汗的中央政府的感情 然後他們已經心裡開始回答 你剛剛問的問題 整個那個國家的組織 對自己的沒有把握 對自己的力量 自己可以撐得下去 這個沒有把握的 所以一旦美國離開 然後自己也本來沒有那個 那個那麼大的那個力量 所以就是很快的 就像DOMINO一樣 一個接著一個倒下來 是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資訊跟觀點 不過我也要請教蘇老師 我們來看看 接下來國際會如何看待 這個新的阿富汗政權 我們來看看 拜託導播讓我看第三張CG 美國國務院 他說他會 這講得有一點曖昧 模糊 會承認一個潛在的新政府 但前提是他這個政府要尊重人權 尊重女權 不庇護恐怖分子 也就是如果塔利班做到這些 我有可能承認你 那英國首相呢 他說呢 呼籲志同道合的西方國家呢 在沒有達成共識之前 不要承認任何新政權 就是塔利班 俄羅斯的外長說 根據阿富汗新當局負起治理責任的程度 來決定要不要承認他 中國說期待塔利班建立開放包容的政府 遏止各種的恐怖主義 包括他自己中國境內的 那他歸類是叫恐怖主義 伊朗很擔心實業派會被報復 印度說接受現實 巴基斯坦說支持塔利班 那塔利班後面就是巴基斯坦 當然支持他 不過我們來看看 美國在阿富汗這件事情 當然也引發國內不同的討論 但是我們還是回到 美國對阿富汗的一些戰略的一些改變 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一日 被蓋達組織劫持的飛機 撞進了世貿大樓 造成近三千人死亡 面對二戰以來最嚴重的攻擊 美國很快就做出回應 以美國為首的聯軍 兩個月內就橫掃阿富汗 並攻下了首都喀布爾 美軍雖然迅速擊垮塔利班政府 但卻無法完全消滅 塔利班還是在鄉村和山區活動 持續性的游擊戰讓美軍陷入泥沼 為了徹底消滅塔利班 新任總統歐巴馬從二零零九年開始大舉增兵 從原本的三萬人一路膨脹到二零一一年 巔峰的十一萬人 擴變後的美軍不止有效 控制阿富汗的局勢 還取得了反恐戰爭的重大成果 隨著九一一元凶的死亡 美國也開始撤軍 二零一四年北約部隊結束 戰鬥任務 改由阿富汗政府軍接手 美軍轉為空襲和支援的角色 但聯軍的撤出讓塔利班繼續擴張 也讓美國陷入進退不得的困境 為了徹底擺脫這場無止境的消耗戰 主張美國利益優先的川普 喊出結束戰爭的口號 二零二零年 美國和塔利班簽下和平協議 用全面撤軍 交換塔利班放棄支持恐怖組織的承諾 美國付出兩千五百名士兵的生命 花費將近一兆美元 終於結束了長達二十年的阿富汗戰爭 記者黃燕軍整理報導 不過蘇老師 其實從剛剛那新聞可以看得出來 美軍撤出阿富汗是美國的長期的戰略 其實那個川普早就跟人家簽了 所以也不能怪說拜登一上來 心血來潮撤軍 根本不是這一回事 但撤要撤的所謂的比較溫和 比較和平 比較沒有副作用 而剛剛顧鵬老師講得很清楚 如果是在冬天撤 問題不會那麼大 如果慢慢撤 問題不會那麼大 如果不要用那種不留情面 甚至講很難聽 叫做用過就丟的 這一種對待阿富汗政府的方式撤 問題也不會那麼大 你如何看待包括美軍的角色 以及整個戰略上 其實國內現在開始在談說 會不會對阿富汗那一套呢 所謂的美國的承諾 是不是真的可信而言 我想從美國就是二十世紀以來的歷史 美國的承諾 基本上我覺得是可信的 包括在朝鮮半島 這是一個經典的例子 越南是另外一個案例 因為美國國內的問題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先回答剛才就是主持人關切的說 各國會怎麼看待這個新的 就是伊斯蘭酋長國會不會承認 很簡單 我現在就是觀察是這樣子 就是他是一種建設性的清晰 意思我把條件開出來 如果你符合這些 你承諾了改革的條件 那可能我就承認你這個政權 那第二個特點是從九零年代末期 就是九六年那時候開始塔利班興起之後 基本上他是一個 我們用白話講 他叫角落生物 他跟蓋達組織不一樣 塔利班雖然是極端的交易 可是他基本上他就說 我只管國內的 他沒有輸出什麼恐怖主義等等 那蓋達的話 就可能是比較積極性的 是 我要去替這個就是兄弟們 就是打美國帝國主義 我不覺得說有需要喜歡美國 不需要美國 我們只是從國際現實來看待 所以在這種背景之下 就是剛才就是信聰哥講到 川普政府 歐巴馬政府 很簡單 兩千零三年進入阿富汗戰爭 到現在 到川普那時候 已經將近十七年了 他預估在二零二 二零二一年撤退 那可能已經十八年了 最漫長的戰爭 我也認為說 我已經給了你這個 就是所有的部隊 基本的武力 輕裝部隊 就是都是裝甲車和馬車為主了 這種是在三地國家比較適用的 不是說給你戰車飛機 這種 美國的戰略評估 就是說在這種三地國家 用這種輕裝部隊是比較合宜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撤退的這種程序 跟問題 的確 美國國安顧問 就是蘇利文 他自己出來講 就是說他們評估錯誤 所以戰略上 我不覺得有問題 是戰術上 就是說整個撤退的 這個時節 跟你的順序 還有你的規劃 比如說他如果不留地面部隊在阿富汗 他如果說留空軍 一部分的空軍就是隨時支援阿富汗的地面部隊 當飛行砲兵 那麼可能就可以真的撐得住 就是阿富汗政府軍的士氣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反推 為什麼歐巴馬那時候最高的時候 大概十一萬美軍 他慢慢的要撤出來 就是因為美軍在那邊已經犧牲了 剛才有講兩千三百到兩千五百人左右 那美國的策略很清楚 對中東也是一樣 就是中東的失誤 中東國家自己解決 那在阿富汗的這種地形之下 我地面部隊不接戰是最好 所以地面部隊的事情 交由阿富汗的政府軍 我手把手的 我有特種部隊陪同你去作戰 我有軍事顧問幫你訓練 我手把手的教你 然後還幫你訓練出兩萬個特種部隊 變成大概五個營 這種就是種子部隊 我希望你們這些阿富汗的特種部隊的精英 的確打得不錯 你們可以變成阿富汗政府軍的種子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就覺得可以放手 但是這個放手 就是剛才信聰哥講了 你撤退的這個就是順序 是 跟節奏 還有我剛才評估的 就是你是不是可以留下部分的空軍 先協助他地面部隊穩住 局勢 再撤 這都是可以選擇的 那再來我最後要補充一個 就是中東事務 就是中東化 是美國政策 這個原因是在剛才講的 二零一三年歐巴馬時代 美國達成一個事情 叫做能源獨立 Energy Independence 美國不用再進口石油了 因為他業油 業延期非常充足 他現在甚至變成輸出國 所以中東國家 遜尼派實業派的問題 就是沙烏地跟伊朗問題 還有土耳其問題 美國他就當成一個 就是權力平衡者 他不再把部隊放在那邊 是 那讓阿拉伯國家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 那現在倒過來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中東有些國家 還真的不希望美國從伊拉克撤軍 那現在就是剛才顧老師講的 還有伊朗很擔心 就是實業派會不會受到打壓 那印度跟巴基斯坦是另外一個心思 是 就是這個跟那個步步精心一樣 就是巴基斯坦支持的是塔利班 但是巴基斯坦跟印度 又不是好朋友 是 是 所以印度說我們承認現實 那這種情況就是說 未來的這種中亞區域的三國制 我想就是會繼續演下去 是 不過明杰兄 我要請教你 就是說剛剛你也談到這個東西 不過所謂的今日阿富汗 明日臺灣是這兩天 包括藍綠都有在討論的一個事情 當然這件事 美國也做出一些回應說 沒有這件事 完全不能這樣子比 美國國安顧問蘇利文 他說呢 美國在阿富汗已經付出二十年的血淚 跟資源了 提供許多的訓練跟裝備 阿富汗人民必須為自己挺身而出 阿富汗跟臺灣完全不同 美國對臺灣 美國對以色列的承諾 一如以往的堅實 那前美國國防部部長辦公室 那包士可他說呢 撤軍阿富汗恐怕會對敵國 釋放出美國軟弱的訊號 那敵國當然可想而知 如果要相對降低雙方失算的機率 華盛頓要清楚跟北京講 你不要亂來 不過我們的前外交部長歐宏鏈 他說美國跟以前不一樣的 側兵雖然有損信用 可是很務實的做法 因此他認為美國承認是不可靠的 那民進黨政府深陷 美國會來救我們的這個迷思 可是臺灣會不會跟越南 跟阿富汗一樣的下場呢 伊斯安華府智庫的研究員 他說呢 從美國國家利益來看的話 臺灣比阿富汗重要一千倍 我們還是回到臺灣 在阿富汗這件事情上 我們該得到什麼樣的啟示 當然今日阿富汗明日 臺灣這完全是這個不能比 那如果真要比的話 應該是今日阿富汗要去比一九四九年的中國大陸 這個整個情勢 我覺得恐怕會比較相近 現在的臺灣 其實我們看到 我先講這個阿富汗本身這個部分 基本上如果要我去比較 我們看到現在美國在臺 根本連駐軍都沒有 對臺的協助 其實遠這個要跟阿富汗比 阿富汗都拿的資源 都比臺灣多太多 臺灣哪裡現在還有在真正 完全都依賴美國 那這我剛剛講到一九七九年 所謂的中美斷交之後 其實臺灣當時 如果像阿富汗的話 那時候其實有沒有可能 臺灣的這個軍隊 也跟阿富汗政府軍一樣 就放棄抵抗 那整個可能這個 就被這個中國給奪取 問題事實證明 並沒有 為什麼 因為臺灣願意自我保衛 一直到現在 其實四十幾年來都是如此 那只不過美國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國際現實 他有他的戰略利益 當初當初是為了要等於說這個利用中共 然後來這個聯手 對付這個蘇聯 那有這樣的一個戰略性的轉變 但是他從外部也是同樣的 譬如說透過臺灣關係法 透過這個對臺軍售的方式 從旁來協助你 那用這樣從旁來協助你的方式 我們會發現說臺灣其實經過這樣的一個磨練 反而變得真的是更自立自強 我的看法就是說 其實最最最關鍵的 就是自我防衛意識 所以你看 政筆就是這個 我們並沒有真的很非常大力的 依賴美軍的一個援助 就是自我防衛意識 我們自己磨出來 自己都有國造武器 國際國造 國艦國造都在進行 所以這樣的一個磨練之下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 未來美國把整個戰略中心 轉移到西太平洋 特別是臺海 整個國際群勢上面 對臺灣還是有利的 他可以 譬如說避免戰爭的爆發 可以威責中國對臺的蠢動 這樣的因素 你不能去排除 但是還有最後我要強調就是說 我不知道藍營一支說法說 這個綠營一直在這一個 完全期待美軍來這個協助臺灣的一個防衛 我覺得這樣說法 我這不知道來源在哪裡 因為事實的證明 其實我認為臺灣基本上到目前為止 你看這幾天共機不斷的老臺 臺灣的戰機自己上去挺自己的空防 我們有沒有去說請美軍來協助 然後來驅趕這些攻擊 完全沒有 臺灣的防衛就是自己來 我最後一項目中 我請教一下顧鵬老師 當美軍撤出阿富汗 當塔利班重新執政阿富汗之後 世界上哪些國家會得利 這個重要 這個問題非常重要 我覺得最得到好處的就是巴基斯坦 本來二十年甚至超過二十年以來 那個支持那個塔利班的就是巴基斯坦 因為巴基斯坦跟阿富汗有那個土地糾紛 所以他們不希望阿富汗變成很穩定的一個國家 因為一旦變穩定的 他們中央政府開始說 巴基斯坦的接近一般的土地 是我們阿富汗的 歷史上面 中國跟俄羅斯呢 什麼 中國跟俄羅斯呢 巴基斯坦是中國的好朋友 所以中國應該是安全的 沒問題 俄羅斯